我叫Tom,是協平工程有限公司的機械部經理 在這行都做了20年 現在在啟德體育原地盤工作 我主要的職責是管理工地裡面的建築機械 拼一我都會擔任天程監督工程師 監管搭建天程的工序 我會在工地召開風險評估會議 確保施工前做好針對性的風險評估 制定適切的安全施工方案和措施 參與制定安全計劃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是作為工地管理層的重要任務之一 我會聯同各部門的代表 組成特別安全小組 專責優化安全政策 我們亦利用3D技術設計動畫 用小字多圖的形式 去講解調運安全施工程序 在安全講座播放給工人看 令工友更加容易記住和理解調運安全要點 我亦都很著力推動和參與新科技在工地安全上的應用 例如我開發了並獲取專利的智能電箱 透過內置的電子板 感應電器的電壓 防止工友使用違規的電壓手提工具 從而培養他們使用110W低壓手提工具的習慣 確保安全 我在工地安裝了無線天證運作監察系統 讓安全管理人員了解實時的調運情況 包括風速、負重、力距等等這些重要的資料 我亦協助工地引入AI智能系統 方便安全管理人員用手機監察工友配戴安全帽的情況 提醒工友注意安全 另外我也有參與製作一個發電機除塵及除粒子系統 可以減少發電機排放有害氣體 保障工友健康 這個系統亦是獲得創新科技獎的 我一直重視生命的價值 深信推動工地安全文化是非常之重要 我希望透過新的產品和技術 為建築工程帶來一些改變 未來我會繼續積極參與研發和引入可行的創新科技 促進工人工作安全和健康 多謝 我在說明 喜歡阿翔 版本對ите 記憶 JOSHUA